中游的董事長是不是下午主席准嫁了? 中游董事長早上有來,他下午開董事會,所以我准嫁了 請問今天下午中游的代表會是哪一位? 哪一位? 副總經理 是不是就請副總經理 不好意思,我想麻煩部長協同一下 部長抱歉,讓你辛苦 因為有一些是決策層面的問題 有一些具體的承諾,可能我跟副總經理要... 不是很下榜 我總經理不是要在嗎? 總經理也是 總經理也請教是吧? 對 好 副總經理,我先跟您請教一下 您知不知道說去年中游啊 我們在招考新的員工的時候 錄取率大概多少? 對不起,我沒有記得... 我秀給... 副總經理看喔,4.52% 那代表什麼? 代表是說,中游我相信他的工作環境條件各方面 吸引了很多年輕的人才 想要到中游裡面去服務 但是我現在要很嚴肅的講一件事情喔 就是 過去一段時間 我收到非常多的中游 年輕的同仁給我的陳情 他們說 他們當初很辛苦的 考進了中游 在中游的底層 經經夜夜的 認真負責 但是當他們看到什麼 他們看到有關係的人 可以空降到中游裡面來 擔任高職位 領取高薪 他們要問的一件事情是 這是什麼體制 我為什麼這樣講 副總經理 一個新的董事長 可以帶多少人進去中游 他可以帶一個機要 機要秘書 只有一個機要秘書嗎 是是 沒有別的了 沒有了 好來 我請教一下 已經經歷兩任董事長了 前中游董事長 曾經得的好朋友張漢東 你們內部的資訊 是 他有約聘人員聘的 曾經得來了以後聘了他 他之前是一個議員 請問 他符合你們約聘人員 任用的資格嗎 請說明 對不起 這個部分我不清楚 你們 有約聘人員 要求要專門技術人員 我後來請你們中游 跟我投訴的員工 因為事情我一定有查證 把真正正常約聘的全部列出來 大概真的都有專業性技術性 通常是醫生 要不然是護士 但是 你說曾經得進來 只帶一個機要不夠用 要再帶其他的人 用約聘制 那我就要問 他的專業性技術性在哪裡 還是根本就是政治酬優 第二個 當初這個約聘 真的有按照你們規定的公開的原則 去招募嗎 第三個 好啦 一個機要不夠用 我讓你聘約聘的 結果曾經得下台了以後 他馬上從哪裡 他馬上就從 董事長是轉出去 然後到什麼 到油品事業行銷部去 變成約聘的人 你知道他領多少薪水嗎 八萬七千元 一個帶進去的人 董事長走了 還留在裡面 一個月領八萬七千元 怎麼任用的 可以拿來做政治酬優的工具喔 部長 知不知道這種狀況 這部門委會請國英會來徹查 徹查齁 部長你要承諾我要徹查 當中有內部 這麼多年輕的員工 跟我講這個現象的時候 我一開始還不敢相信 結果呢 他說 在中有裡面約聘僱的 大概成為董事長 帶自己的人進來了以後 空降部隊 你要空降就算了 結果董事長走了以後 人繼續在裡面啊 都是從什麼 董事長是轉到油品事業行銷部 不是只有 陳經德 戴謙也是一樣 只要董事長下台 轉出董事長是 都到油品行銷事業部 你們油品行銷事業部是 專門在收這種政治酬優 空降部隊的肥貓喔 錄取率 不到百分之十 每一年的錄取率我都看 爬到這個薪水等級要多久 他們把中有的薪資表全部給我看 最少十年以上 這些人為什麼可以用約聘的方式 破壞整個中有的體制 不要說我現在是在針對個人 我現在直接秀 全部都是董事長事 全部都是什麼 透過約聘 你要帶一個機要進來 我沒意見 這應該的 董事長走 機要也走 你除了機要以外 還透過約聘喔 用這種明目帶這麼多人來 在中有裡面仇用了這樣多少的人 部長你承諾我要徹查 需要多久 這部分我請副主委來答覆 兩個禮拜之內 什麼樣子的人 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當初怎麼任用的 真的有公開評選嗎 所有的資料攤在陽光下 給台灣社會檢驗 我們做國營事業 不是要拿來做政治仇用的 特別是現在年輕人 在面對這麼困難的環境下 大家都為了低心在掙扎 好不容易靠近了中有 從基層開始做 結果看到這些有關係的人 超過特權跑進去 董事長進去 帶進去以外 結果董事長走了 這些人繼續留在這裡 可以這樣做